上百萬人已經預約第四輪疫苗 沒想到中央突然說疫苗不夠 殺個地方措手不及 新北市疫苗狂缺7萬多劑 8月1號到4號宣布全面停打 朋友一嗆中央疫苗數量 你給我算 精準一點 在估算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精準 你少估了 有一些預約打不到的 情何以堪 台北市疫苗量頂多撐到 8月3號 8月4號 隨時可能開田窗 為何第四輪疫苗會不夠 陳時中說是地方打太快 打太慢要怪我 打太快要怪我 叫他自己來打好了 蔡總統說疫苗不夠 是因為地方政府 把疫苗挪到給前面類別施打 問題是排在前面的人 先打疫苗有什麼錯 就是疫苗不夠 我們的疫苗採購跟烏龜一樣 除了民進黨強力推銷的高端 可以打之外 你還真沒有疫苗可以打 因為民進黨的第二類官員 不斷的塞 不斷的膨脹 不斷的爆滿 不斷的特權 第一個把責任甩給地方政府 第二個就是要製造 台灣的一個疫苗真空期 好讓他們繼續去推高端疫苗 這個聲音惡劣到極點政府 完全視人命為草芥 全台8月鬧疫苗荒 中央來不來的擠捕貨不知道 但已經讓全民怒火中燒 記者張昭鵬 張曉辭 詞許郭浩 SNG小組 台北新北報導 請問一下 從來的 為了 大廈的 手 再耳鵬 揚 這邊 我們